各位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 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 抵达真相的彼岸 这两天呢 有一个中国的走线大姐 火了就是偷渡美国嘛 叫走线 他们呢是先飞到南美的一些免签的国家 然后呢经过漫长的雨林的这种跋涉 来到墨西哥 还有美国的这些接壤的国家 然后通过边境墙偷渡到美国来 这就叫走线 有一位满脸写着愁苦和阶级斗争的 中国的老年女性 被美国之音给采访了 美国之音 是有一个记者 美国之音的记者呢 采访了这大姐 胡锡进呢 写了一些文章 胡锡进这么说的 美国之音中文榜 发了一段采访视频 这个看上去五十几岁 操流利汉语的中国大姐 在美国边境 随着其他偷渡客 冒险的出路戒合 抢着在美国有关非法移民的 以42条法案废除之前进入美国 视频流传到中国网上 引来了截然不同的评论 老胡要说 我打开那个视频 首先产生的情感就是 同情那个大姐 毕竟她冒着危险 强行的游泳渡河 如果有闪失 命就没了 而且她很像是只身偷渡美国 只有那么一小包行李 去了之后该如何生活呢 她让我第一眼仿佛看到了一些境遇比较差的出去闯世界正生活的华人的背影 尤其是前些年中国很穷的时候 你去到美国以后你准备去哪啊 我不知道以后这位大姐会不会被扒出一些别的事情 我的第一印象就如此 同时我还要说 这位大姐已经代表不了今天海外华人的形象了 疫情之前 每年从中国大陆去国外的旅游人次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合法出国 她现在一个人拿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准备过河 他告诉我们她是刚刚走现来到这里 她花了她一个月的时间 过去福建有几个现实知名的偷渡之乡 如今偷渡的问题在那些地方已经大为了环节 这位大姐究竟来自哪里 什么绅士以及什么原因 让她这样决绝的方式不顾危险和巨大的不确定性偷渡美国 我们不得而知 根据近段时间大批的偷渡客从南美涌向了美墨边境 并进入美国中间有一些是中国人 我想更多的是南美向美国的非法移民潮吧 偷渡客无论什么国籍 他们来自南美的各个国家 反映的是南美与美国之间非法的移民流向 另外我注意到美国之音近来热衷报道这些移民中的中国人 极力朝政治方向移身 努力和不单纯 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对美国之音的这些报道存个心眼 移民的总体上来说的都是从经济发达 水平低的地区向高的地区流动 欠发达的国家升级越困难 一些人向发达国家偷渡的动机也就越强烈 客观的来说中国经过大规模的扶贫 以及城市对农民工待遇的不断改参 中国人向发达国家实施偷渡的高潮肯定已经过去了 像这位大姐 以及她在视频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赤苦耐劳的样子 她如果在中国国内肯定不会是吃不上喝不上 我不知道她是否年轻的时候就去了南美 如果她重新做选择 她有可能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 或者通过合法的途径 与外界交往中为自己赢得一个更好的人生 其实如此在中国改变了命运的旗帜是成千上万亿 但美国的媒体是不会报道这些故事的 中国毕竟是很穷 而且现在仍有一些生活不如意的人 很多人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国外闯荡 对那些很个性化的选择 我们无可厚非 我觉得也谈不上一些偷渡客丢中国的脸吧 他们的存在是中国真实的一角 但更不能说他们是现代中国的缩影 因为他们不能代表今天中国人追求梦想方式的主流 如果谁利用这个大姐来嘲讽处在与美国战略博弈中的中国 甚至是荒腔走板 美国就是仍比中国发达对移民的吸引力 当然也超过中国 有没有大姐这段视频 我们对此都很清楚 然而我们更清楚的是 中国在快速的进入 绝大多数中国人用不着像这个大姐一样 冒险球渡界河去美国 正说不清楚的人生 中国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很争气 我们自己在改变命运 一步一个脚印的让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好起来 让中国梦代替传说中的美国梦 是的 今天的中国高铁比美国多多了 一年销售的小汽车比美国也多出了一千万辆 我们的国家实现了全面小康 正在大踏步的像现代化迈进 所以老胡最后要助这个球渡界河的大姐去了美国好运 同时我也想对网友们说 让我们把自己的国家继续建设的更好 让未来在南美讨生活 一旦不顺利的大姐 大哥们更愿意选择回到祖国 而不是冒着生命危险球渡界河去美国黑下去 这个大姐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呢 是不是在南美的中国人 上面正在排队的其他人帮了她一把 那这位大姐说我是光明正大的来的 那就透露出很多的信息 她一定不是光明正大 她的护照 中国护照到南美的某些国家是免签的 或者说是旅游落地签的 免签的 现在呢 如果是以通路的方法进入美国的 完全不给批正弊了 也不给批身份了 除非你用合法的旅游护照来到美国 还能够申请正弊 这位大姐显然是不符合的 而且这位大姐已经是五六十岁的年纪了 那么来了美国 干嘛呢 她能干嘛呢 那能干的也就是餐馆里边刷盘子刷碗 然后到这个按摩院 按摩店里边去当小工 或者是肢戒店里边去当小工 对吧 胡义进祝这位大姐好运吧 我们也祝这位大姐好运吧 但是她真能追求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吗 我看未必 真的是未必啊 像她这样的年纪 还能吃得了那种 堪比中国工地搬砖的那种餐馆里刷盘子生涯吗 实际上你要是真有那个力气 在中国工地搬砖的话 小工一天四五百 对吧 那美国呢 那是挣个三四千块钱 你算一算 有什么差别呀 各位 那么这位女士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她背后的事啊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位女士呢 这两天成了网红 让很多的恨国党 很多的反贼摇棍们 说这位大姐 为什么这个年纪了 赠了个命的投奔自由的美国呢 那中国现在是民不聊生了 是吧 像地狱一样民不聊生了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胡习近不知道的事 我给大伙说出这背后的真相 这位大姐为什么赠这个命的到美国来 这位大姐一看 她的面相就是那种苦相 而且人呢 是那种非常的固执 而且脾气非常不好的那种人 各位 你们看出来了吗 你看面相 你看出来了吗 对吧 就是这个说个俗语 就是那种老雕婆子的类型 那位说你别侮辱这大姐 是吧 那没准在中国受到了迫害呢 那么我就给大家找到了 这位大姐的身后事 因为她这个事情在中国大陆的 网络上火了 火了以后自然就会有人认识她 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看啊 这位是长沙人 刚才沙士认识这位走线的 朱女士的朋友给我打电话 告知了她的具体的情况 说她已经六十多岁了 是文化馆的画家 文化馆的画家 画艺还挺精湛 但是性情刚烈 前几年 与一个有后台的邻居 发生争执 那个男邻居打上门来 他抄起扫主对打 结果使对方视网膜脱落 果然 你看咱们的像术 还是可以的是吧 刚烈 当然不是痴闯 是性情刚烈 谁不敢惹老刁脖子 那位说为什么强调一个有后台的邻居呢 这位可能也是一个这个摇棍类的恨国党 你有没有后台 你把人家眼睛打瞎了 那是不是得刑事判决呀 被判半年 罚了十多万 罚款十多万 这一点都不稀奇 你得给人家视网膜做手术的钱 得还人家 开除工作级 当然了 文化馆的一位画家是事业编 那一旦出现刑事罪行 肯定要开除公职 这是中国的规定 停发了退休公司 停发了退休公司 就说这位大姐走投无路了 在中国 她的儿子曾经留学德国 现在呢 在国内工作 她这次出国旅游到第三国 然后走向进入美国 朋友们 这位在中国犯了事了 是个刑事罪犯 看来跟儿子也闹翻了 因为她儿子如果在国内工作的话 这个能不养她妈妈吗 但是她妈妈这个性格呢 一老貂婆子 腰里别着扑克牌 不是腰里别着这个大扫主 谁来跟谁来 把人家眼睛给打瞎了 对吧 所以就这样一个女性 在中国混不下去 走投无路了 想到美国来捞金 哎呀或者说是 她肯定不会挣钱给她儿子了 上美国来寻求一份另外的生活 60多岁了老太太 哎呀我跟胡锡进一样 祝这位大姐好运吧 美国不是你想象的天堂 也可能是地狱 好多的反贼说 啊为什么美国人没有走向到中国的呢 中国现在确实是正是发展中的国家 正在奋起直追在各方面 超越美国 我相信在你的有生之年 有一天你也许会看到美国人 走向偷渡去中国的日子 不是不可能的 点个订阅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